好,聯合分布 如果我們之前探討的那些東西裡面呢 全部都是只有一個變數 只有一個隨機變數 如果今天有兩個隨機變數的時候 那就必須要有聯合分布 或者是樣本空間是由兩個軸線所組合合成的 那就必須要有聯合分布 所謂聯合分布通常我們會寫成這樣 這是兩個變數的聯合分布 p of s y s 都點 y 這代表p of s 等 s 大 s 是隨機變數 小 s 是那個點 y 是第二個隨機變數 小 y 是那個點 所以我們的符號是用這樣表示 當然它既然是一個機率分布的話 所有的機率一定是大於0 而且整個空間的機率加起來一定是1 所以在離散的情況之下是用加總的 連續的情況之下還是一樣用積分的 所以在積分的時候 從負無線大 積到無線大 對兩個軸線都這樣積的話 它最後得到的值也會是1 如果從 a 積到 b c g 到 d 那這樣子的結果我們就會寫成這種積分式 積分 a 到 b c 到 d ps y s y d y d s 那這個是 這個是聯合密度函數 聯合分布的聯合密度函數 接下來是邊際密度函數 那邊際密度函數我們也是有兩種情況來討論 第一種是離散的情況 離散的情況 我說本來把這兩個變數的聯合機率密度函數 我把 y 的部分全部加總 那為什麼叫邊際呢 是因為你寫在一張紙上 通常這個 y 的部分加總完之後 它要嘛就會寫在下面 要嘛就會寫在旁邊 所以是在直的邊邊 所以叫邊際 margin 寫在邊緣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種邊際的意思就是說 我把一個軸去掉 只留下另外一個軸 這種叫邊際 所以如果我把 y 軸去掉 只留下 s 那就變 ps 那感覺就好像回到一個隨機變數的情況 如果我把 s 軸去掉 只留下 y 那也是回到一個 隨機變數的情況 好 所以你可以透過邊際密度函數的方式 來做降解 把一個 兩個變數變成一個 那 連續 連續的函數的那個 幾率密度函數的話 那就要用幾分 那所以他可以把 y 基掉 把 y 基掉 把 y 基掉 就只剩下 s 如果他把 s 基掉 那就只剩下 y 那對於這種聯合分布呢 也是會有期望值 那這個期望值的部分 裡面一樣可以再加上一個 一個函數 就比如說 一階啊二階啊 或者是 1的 s 四方 1的 sy 四方 之類的 那這些 兩個變數 兩個隨機變數的期望值 定義 就是用兩次的 sigma 兩次的加軸 或者是兩軸的積分 的方式來定義 那最後我們還是會去計算 比如說 那單一個變數的期望值 這時候呢 你在計算的時候 就先把 y 基掉 然後再用 s 去乘 這樣的結果 就離散的情況定義成 單一變數的期望值 就定義成這個樣子 好 e of y 也是類似 只不過 這邊 這邊寫錯了 這應該是 e of y 應該是先 基掉 s 然後再基 y 而且這邊應該寫 y 抱歉寫錯 這個連續的部分是寫對的 那離散的這一條寫錯 好 所以呢 連續的部分就這樣寫 連續的部分 e of y 就這樣寫 參考 連續的部分 比較對 好 那接下來就有 所謂的共變異數 那共變異數的定義是 兩個隨機變數 它跟它的平均值相減之後 兩個隨機變數相乘 這個稱為共變異數 那共變異數跟期望值之間有一個關係 就是共變異數就等於e of y 減掉e of s 乘以e of y 這是一個定義 好 那如果s和y互相獨立的話 那這個共變異數將會等於e of s 乘以e of y 好 那另外還定義一個叫相關系數 這個相關系數是共變異數把它標準化的結果 標準化怎麼標準化呢 就是除以兩者變異數成績的開根號 這很合理 因為除以兩者變異數的成績會導致平方的結果 因為s一次再乘一次s 那不就s平方 vars平方 所以最後開根號之後才是標準化 好 那這裡呢 這個叫相關系數就是共變異數標準化的結果 共變異數標準化的結果 這個相關系數會介於-1到1之間 介於-1到1之間 好 那在這邊呢 我們如果用r來計算的話 我們算的變異數和共變異數 通通都是指樣本 變異數和樣本共變異數和樣本相關系數 也就是我們都不知道母體 基本上 在做統計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不知道母體的 知道母體的情況幾乎不存在 好 你確定骰子 以骰子而言 那這種例子是很簡單 不需要做統計 如果你確定它是一個公正的骰子 就不需要做統計 但如果你不確定它是一個公正的材質 那你要做的統計 也就是用樣本來做統計 OK 所以 r的部分 它所使用的變異數 共變異數 相關系數 通通都是樣本 變異數 樣本 共變異數 樣本相關系數 好 所以我們這邊就可以舉一個例子 我從1到10裡面抽出10個樣本 而且是 這個是取後不放回的 這個是取後不放回的 那如果你要取後放回就是 加上replace等true 好 那它會抽10個樣本 你可以看到這10個 通通都不重複 其實這種狀況很少 如果你取後放回的話 應該不會抽到這種不重複的情況 那我去去計算s跟s加1的公變異數 結果是怎麼樣 1 百分之100相關 相關系數 百分之100相關 如果把s跟-s計算相關系數 就負以百分之100負相關 百分之100負相關 如果s和0.5s做相關系數 1一樣百分之100正相關 如果s跟0.5s加1做相關系數 一樣百分之100負相關 如果s跟-0.5s加1做相關系數 一樣百分之100負相關 這合理嗎 因為它基本上第二軸的資訊完全依賴第一軸 它完全是這一個東西的一個線性難數 所以這邊計算出來完全正相關 完全不相關 反而是對的 可以反應實際 好 如果今天我重新再抽樣一次 從1到100裡面抽10個樣本出來 那這時候這個y呢 跟s就沒有關係 對不對 我去計算兩者的相關系數的時候 它應該是接近0 所以它這邊得到-0.06其實是滿合理的 非常接近 好 所以我們稍微來做一下操作 好 我們把r叫出來 好 我把r叫出來 我不要用剛剛的例子 我用取後放回 好 好 這時候我印出s是這樣 那我如果今天呢 計算s的變異數 這時候它計算出來的這個是樣本變異數 也就是除以n-1的那個版本 所以如果我今天想 想驗證這件事情 我就用min 用min 用min等一下 min s 這是mu ok 那mu是多少 53.3 那以這個例子 它的平均數是53.3 那我要算的是樣本變異數的話 我應該是用每一個去減掉這個mu 再加總 所以應該是上s-mu 然後呢 平方 ok 加總之後 做什麼事呢 如果我今天除以n 除以n n是多少 n是20 你會發現它是1131.21 跟上面的1190不一樣 如果我除以19 就是1190.747 所以這邊所謂的樣本變異數它是除以19的 也就是除以這個20-1 那這邊稍微讓各位用R的方式來驗證 為什麼樣本變異數要除以n-1 那各位可以試試看這一個操作 接下來我們來操作一下相關系數 它有相關 就是 就是共變異數和相關系數 那R裡面不知道有沒有共變異數的計算 我來試試看 S S加E 有啦 R裡面也是有共變異數的計算 那但是共變異數反映出來的東西其實不太容易解讀 如果我用CORS S加E 這是正規化之後的結果 你會發現它是E CORS-S加E 它是-1 CORS-0.5S加E 好 它結果呢 是一樣是-1 如果是0.5S加E 結果還是E 完全正相關 那如果今天我再弄個Y Y Y等於 Sample 好 掉了 Y等於這個 1到100 然後呢 20個 然後呢 20個 然後 好 好 欸 R E P L A C E P L A C E P L A C E 打錯了 Y 就這20個 那我們去計算S和Y的相關係數 你會發現0.026其實很小 因為它兩個是獨立抽樣的 基本上沒有什麼相關 OK 所以我把這個 直接貼 修改掉 OK 那各位可以透過理解這一個操作 來了解相關係數到底有什麼用途 然後編譯數到底是什麼意思 編譯數的公式是什麼 OK 那請各位稍微操作一下試試看